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菩萨言语都是真实智慧 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所以明心显现 大吃大悟这些人所说的东西 统统都从自性流出来的 唐仪的里面说 真大法律 开悟一切 佛说这个法定一切众生 大吃大壶 明心见心 为这个 雷的阴神打雷了 你看有多少人心里面都震动 都惊动了 这个取义是警觉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他还没有能够警觉到 雷声一响他警觉到 那么这个雷是鼻佛说法的音声 精致二十四个阶器里面有 春天打雷的时候 有许多动物有冬眠 这一天春雷一响啊 他们都惊醒了 比喻我们破米开悟 这就是比喻的破米啊 忽然 绝目了 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 心发不起来啊 不知道怎么做法了 就像那些小虫的冬眠 春雷一打了 小虫啊 警觉起来 起来了 春雷是什么 大方光佛华也 这是春雷啊 我们一接触 明白了 晓得应该怎么落实 怎么去做 怎样把三福落实 怎样把六福落实 怎样把六度落实 与一切众生交往 与一切众生接触 必定要遵照 遵守佛陀的思设法 无往而不利 什么样的张难 自然都能够突破 我们没有自己 全心全力 令一切众生 善根梦样 帮助他种善根 帮助他善根成长 帮助成长的成熟 这菩萨道啊 学菩萨的人 就要干这些事情啊 菩萨思议 菩萨思议 佛的德号啊 一切众雷音 这个名号重要啊 佛在这个地方教训 佛所讲的 事出世间 一切众 道德 能力 科技 文艺 通通通通都包括 没有一样啊 佛不讲啊 雷是形容 是比喻 整份人性 令一切众生 具有高度的警觉 所以一切法音呢 当中加个泪啊 警觉 这个物质 科技文明 决定不能 缺少 道德 要有这个 高度的警觉 警觉 实在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不是待人 有多 时时刻刻 要提高 警察 尤其是 现代 这个社会 稍稍不谨慎 就一目 医疗 没有 不造物 造物 没有 不造物 真的要 提高 尽力 这句话 说得很容疼 应该 怎样才叫 真正的 由呢 在本章来讲呢 是非常具体而踏实 念念求真 尽力 念念其行 这一句话 一切时 一切处 我不会把佛号 失掉 这就是很高的警觉 一切境界里面 决定守住 助我莫做 众山奉行 这一句佛号 决定不放松 这就是 警觉性 很高 无论在什么 境界里面 这句佛号 不会失掉 这一句佛号 真动了 虚空发迹 这一句佛号 把 受放三世 一切祝福 都念来了 欧耶大师 告诉我们 祝福成佛 都是念佛 而成佛的 这个话讲的 很有道理 你不念佛 你怎么能成佛 符合一切法 从心想生 这个原理 一佛念佛 先前到来 必定见佛 见佛就是成佛 我们念菩萨 就成菩萨 念声闻 就成声闻 念原觉 就成原觉 念什么 就谢上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一切妙音当中 最显著的 最殊胜的 最为一切祝福 赞叹的 念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音声是 无上的妙音 无比的妙音 无等的妙音 认识的人不多 因为不认识 所以他不会念 实在讲 这一句六字鸿鸣 三岁小孩都会念 为什么他不会念呢 他都不相信 他不知道 念这句佛号 有什么好处 所以他不是不会念 而是不肯念 这才 劳累 祝福菩萨 苦口婆心 千言万语 说无量发门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劝大家了 醒悟过来 能信能悦 能念能行 求生尽土而已啊 空跳 经着 纹泪 忘无何 转行年 佛已 云合 根尘扫尽弥陀鞋 也是拽空也 是他